大家好 早晨 而今天就是考試日了 現在是十點十五分 總之要搭半之前過到這個集就行了 好緊張 昨晚都睡得不太好 不知為何睡得那麼多 三點多鐘又醒了 所以現在實在有點累 希望一入雪場就回到常態 回到狀態 上網見過阿sir的小紅書 阿sir又好像是一個很嚴肅的人 所以令人覺得很擔心 但突然間有觀眾 特地站在餐廳門口和我說個Hi 他們說他們進去 我立即覺得很窩心 令到我突然間覺得 我應該這麼緊張 我應該開心地面對這個過程 所以 現在心情突然會輸長 應該對我來說很有幫助 現在來到上面 剛才在嵐雪區做了一個熱身 教練教了我們 先做跨步 先做腳的熱身 然後領腰部 保持盤骨 不動只是領腰部 還有頭部 轉360度 做了三個焦用的部份熱身 明天就說了不需要再在餐廳集合 就會在桌子底 11點 拿完板 直接在那裡集合 現在就知道原來是有飯吃的 今早上一直都在做劃行的改進 他就 劃了幾轉 兩轉 兩三轉 微軸 加一轉 老虎道 一開始就是調整 Central mobility 第二就是 Turning with lower body 第三就是 Balance on working edge 他說回到他還會繼續 Balance on working edge 所以 應該會做完這三件事 他就說 他對我們的要求很簡單 就是教完這三件事 就要展現到你的滑行 但這件事 聽下去 做下去真的很難 現在很趕時間 但覺得給了9個字我們吃飯 我們馬上買完東西就吃飯 再進去集合 現在吃完飯回來了 還有10分鐘不夠 就到了集合時間 所以先回到集合點 順便說一下 究竟今早上考官給了什麼 feedback 第一個就是 他叫我們嘗試 他這樣說 就是對新手來說 只需要居蹤就夠了 但對我們考考教練的人來說 居蹤是不夠的 要居蹤和移動性 除了保持著居蹤 你也可以自由地向前 向後 移動 再進階會有更多的四圍動作 但是 暫時來說 我們要求就是 居蹤得來前後 屁股推前後 或者板頭板尾的前後 這樣就夠了 我們要做到 在開始的彎前 是要放到重心 在板的前面 然後 在彎心和彎尾 就要放到重心 在板的中間 他給我的 feedback 就是當我嘗試放到很前的時候 發覺是腳沒有放前 屁股沒有放前 只有肩膀放到前 所以 我們要全部一起放前 而領腳 就是 第一段 叫我們 防止開肩 第二段 就教我們 用前腳的膝頭 做階梯式轉彎 然後 尾段 叫我們 用前後腳一起 做扭樽蓋的練習 而Carvin 就是 頭段 在老虎道 最淺薄 做一個 J-turn 急停 因為雪道很窄 給我們意見 叫我們坐低一點 之後 再進去 不斷做J-turn 但沒有再給我意見 很緊張 因為我覺得這些問題 是糾結了很久 不知道可不可以改給阿sir 看 所以 就是這樣 待會應該多上一陣 Widing 就會去教學 我相信 現在 5點半 就下課了 講一下 下午 學了什麼 做了什麼 一開始的時候 就拿板上去老虎道 繼續做 樂人的練習 第一段 就要做一個 Open Car Turn 因為路虎道最頂部很窄 之後就做 J-turn 的Car Turn 之後 我 在Open Car Turn 給我的評語 就是 沒有推過 屁股出去 那 可能 我又 掛著坐低 因為上一輯 上一下的 課題是坐低 那 現在 可能 沒有推過 屁股出去 所以 要注意 之後 J-turn J-turn 就 J-turn 那一節 是 忘記了 好像做得 都是不好 最後 最後 那一節 就要做 一個 後人 推波 向山上 跳三下 這個 就是 上班人 都 沒有一個 做到的 只有阿Sir做到的 因為 最後 很斜 你想 蹲下 向山上 跳 那一下 你跳 很大力 也好 他 又 我又 不夠 人 他 給不到 那個壓力 跳那一下 那個壓力 更加 跳躍的壓力 就算 有時候 跳後 大概 一兩cm 左右 但是 即刻 因為你 落地那一下 沒有吃得住 你 又 拿著一個平衡感 那 又馬上掉下去 那一兩cm 結果越跳越低 永遠都跳不上去 那 就 暫時 未見到同學做到這個動作 但是 就 沒有說一定要做到的 不過是一個 令到我們更加 對後人的感覺 更加 更加 了解更加深的練習 那 之後 做完後人下來 首先 就講解 教學部分 那個 平衡的標準 那 第一個 他就說 Safety and Service 就包括了 Safety 即是 要確保 教學的時候 學生安全 說 那些 習慣地 安全 要 提醒 留意有沒有人 說 那些 Safety 就是 包括了 破冰 一開始 要有自我介紹 那 那 呃 呃 呃 還有就是 就是 提供一個 開心的 就是 Positive to try 都是屬於Safety Safety 那裏 那 那 之後 就是 這個 呃 之後是什麼呢 就是 之後就是 教學的 那一個部分 就是 呃 呃 呃 他有說到 Safety 就是 教學那裏 要由 Static 開始 做Active 之後 循環 之後 Evaluation 之後呢 下一部分 就是 教學循環 就是 就是 Walkwide How那裏開始 之後就 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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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之後就是 這個 學生玩的 50% 最後這個 Feedback 就是 30% 這個Cycle 這些都是 考試 考核內容 來的 那 Riding 之前說了 那個考核內容就是 那個 三大要求 就是 Central Mobility Turning Lower Body 和 Rance on Working Edge 那 之後呢 說完這堆東西之後呢 我們就 下了 這個 站我那裏的 底 那裏 那裏 就開始這個 Quickwide System 裏面的 頭兩部分 第一部分呢 就是 Basic 介紹 板的結構 介紹 這個 怎樣 在上面 站 怎樣 移動 然後 轉身 最後 就是 站姿 那 Sir說 為何把站姿放在最後 因為覺得 跟下一部分的連接 會更加好 也覺得 而且 站姿之前還教了 上波落波 那 就 對啦 他覺得上波落波 是不需要用到這個站姿的 所以呢 就 覺得 站姿放在最後 那 之後就到我們的Demo 那 我想 阿Sir又不要看著我們的Demo 應該 當給一些機會 就連走 一對一的 這一下 那之後呢 就 就 到了這個 第二部分 就是 這個 sliding 應該是 那 就 教完站姿 就立刻 又教了 上落斜 這樣 首先他才教 不過呢 先 站姿之後 他就教 這個 skating 就是 每天都畫 那個 因為這個姿勢 就已經要用到站姿了 那就 畫完之後 回來 就 教 走高一點點 畫下來 這個重點就是 要 示範了給學生看 畫下來是自然停到的 這樣 就代表到那個地方 是安全 適合做這個練習的地方 那之後呢 就 畫完下來之後呢 就 會做這個 變大縮小 挨前 傾前 傾後 那個 就做了這個 其實 Center之後 Mobility 的兩個平面 就在四個方向 這樣 那之後呢 就 做完這個變大縮小之後呢 他就 就 做這個 拖雪 減速 做完這個 拖雪 減速之後呢 就 做這個 不拖雪 那隻腳放到中間 就靠 順 去 談到 Inclination 去做這個 轉小小彎減速 這樣 那 將Inclination 放到最後的目的呢 就是 為了 下一個部分 控制的時候 用人 就要用到人 這個就是一個用刃的引子 這樣 這樣 那 就 其實 其實 SIR 示範的時候 做些事情做得很足 但是呢 我的吸收力呢 就只有 三成左右 但是 就只有一次機會 那 就 他演算完 就 就完了 那 就讓我們又 去做一次 那 其實 真的 就算 做出來 也是做得了 三四成 這樣 就說真的 就是中間有很多 說的東西 其實可能很重要 但是 說回來 就是做出來 其實只有一個重點 但是 他就 feedback 我們就說 覺得我們都有做到 這個 教學圓環 就是 由 解釋 解釋完 到demo demo完之後 劃行 劃行完之後 再做 feedback 他覺得我們有做到 也有做到 這個 由靜止到 這個 動態的demo 這樣 現在又嘗試 我們在排隊 這裡有很多人 在排隊上去 就把今天 教了給我們聽 因為其實 教的就是 我們在高級道的其中 一節就教一招了 那你下三節就三招了 那你 其實根本是沒練過的 那就 要立刻上去 嘗試做那些 看看能不能做得好一點 好 早安 大家 今天來到第二天的課堂 那 哇 禮拜有很多人入閘 但今天好一點 我們 他留下了一個閘 給我白金的卡 直接進來 不用排隊 輕鬆很多 我現在早一點進來 現在的時間是10點3 今天是11點集合的 那我就會提早一點進去 那因為呢 他說第一轉呢 就會是 幫我們拍一些片 所以我想呢 不想 那麼 那麼 冷 即是還沒want up的情況下 就讓他拍 所以就 要早一點點來 還有11點來講 對我來說 都 都 即是10點多進來 我覺得不算太早 所以 早進去熱一熱身是好的 昨天重溫了那個 那個 那個 導師考官的 考驗 再確認一次 他說的話 他其實真正 再看回來 原來發覺 他做了 教了我們的 是真的 完全跟了 考驗 本來看文字的時候 可能 未想像到他會怎樣演繹 但是呢 當 上完一堂 再看回街 呢 就覺得完全是一樣的 那 很神奇 那 就 呃 就 即是說 老師這樣走呢 就 沒有什麼特別 受著人流 而受到影響 真是 誒 課程 應該是這樣走的 那 要 做的那些 練習 都是 照跟回 的 那 就 呃 所以 的而且 的確是 靠 那個 上 即是 他這樣 教完你的練習 你自己 就 突然間 變成了 變成 可以在 最後 考試那個 上面 表演出來 就是這樣 那 暫時更早 啊 人不算多 那 我就 時間 熱一熱身 大家好啊 大家好啊 那 那 比較趕時間 就盡快說 那 就 剛剛就上了半天的課 那 那 就 今天呢 一開始集合 就在這個 車升降機的底 那 就上到去 那 就直接講了一個 兒童教學 那 其實不是講很多 說要注意什麼 就 例如 他說 15歲以上 就可以當他成人 因為他已經有 Logic 而 再小一點 就可能 就 理解不了這麼多 事情 那就 盡量 多些 去 做 多些給他看 多些去做 給他做 這樣 而 去到 再小一點的 可能是 進入小學之前的 甚至 他連看都未必會看 那 就 盡量 比他做更加多 與其 講給他聽 怎樣做 或者 做給他怎樣做 直接 在他身上 動一動他的身 去撿 那些動作 就更加直接了 那 很短的 那 之後呢 就下了下去 這個 就開始這個 這個 奇怪 教學的課程 一開始 就 承接上課 那 上課做了 BASIC 和Slide 那 今天呢 一來到就講 控制 講用印 那 用印就先講了 平面那裏講了 踩油門線 那 之後就單腳推幫 就是單腳 這個 斜滑幹 它們叫做 之後就 呃 就完整了單腳的部分 那 之後就再上回去 就 要教怎樣 坐在雪道上面 上這個 雙腳 的 binding 之後就 教它們在雪地上面 坐起來 那 起完身之後呢 繼續可以推幫 斜滑幹 之後就再加一個叫做 用 寬關節 即是 用摩油的轉動 去做一個 迴山 那 就完成了一個 落葉飄了 那 就 落葉飄之後呢 就完成了這個 控制環節 那 再去到 就是這個 Turn的環節 那 Turn的時候呢 在山上面呢 就要做一個 平地上面 做一個 在地下 利用寬關節的移動 就在地下 畫出一個線形的形狀出來 那就用這個線 那就解釋了怎樣 轉了 那 之後就會 用這個 做這個 Garling Turn 那 就 靠這個 叫它用寬 不斷地轉下山 和轉上山 去做這個Garling Turn 做完這個Garling Turn之後呢 就 再上山 做一個 J Turn 那 就 因為 Garling Turn 就是C字的下半節 而 J Turn 就是C字的中間那節 就是放直板 所以呢 做那個 就是 要做J Turn J Turn 有一個要求的就是 放直板要放長一點 因為你要 示範給他聽 真的要放直板 這樣就 嗯 做完J Turn之後呢 就要問那個學生 究竟你做完 兩邊方向的J Turn 哪邊腳舒服一點 那就 那隻就很大機會是正腳 那 之後呢 就 要教他們在斜坡上面 走一個S型出來 去感受換人 之後呢 就 到了這個 可能 有需要扶著他 或者不需要這樣做一個C Turn 那 那 做完C Turn呢 那就 沒什麼時間了 那其實應該C Turn 推陣波 就是第二個C Turn 推陣波 這樣做完 就這樣就成了一個新手轉 這個阿Sir沒有做到 這一步板 那 我們吃完飯回去呢 就會做這個Flow那邊 的 Quick Ride System 最後一節 那 等一下再說吧 對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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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下課了 第二天的課程就完結了 那 完成了整個Quick Ride System 那 那 最後呢 完成了Flow那裏 那裏 那裏 轉一個老虎道 那 老虎道呢 那 最尾那一段呢 就幫我們拍片 那 要做一個中級轉 那 就 叫我們把 這幾天學了的東西 就 擺出來 哎 乖 收了一條片 看到自己 Royal突出來 又 又有躲重心 真的沒有東西做得好 如果這樣下去肥 還要被雪包撞一撞 跌了先 很嚴重 有點怕 做得更深 基本上整條老虎道 我應該要不斷練老虎道 因為我 Open Card Turn 不行 中級轉 就是這樣 繼續練著 嗯 台灣的同學仔 應該是 Paula的朋友 給錢 一急 去幫我們 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那很感動 就是 好 很開心 我不知道怎麼說 也沒有只幫 Paula一個人 再幫忙 那 他是一個 3 Level 3 的教練 是超級厲害 我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出現了這麼厲害的人來幫我們 來幫忙 現在在Open Card Turn 那裡 就變成 是我的 angulation 接滴不夠 接滴不夠 下面 回轉那裡 剛才那一轉 就說做得OK 好 大家好 今天呢 就是最後一天 現在來到雪場門口 進去立刻熱身 今早 一上課 就會立刻考試 原來呢 十點半未夠的時候 現在 十點二十三分 是可以進來這個位置 那裡 讓大家換好雪服 就不會太熱 但是呢 那邊那門是不會開的 我想可能等到十點半才開的 第一次頂門進來 完全沒有人 這道門打開 是 全日第一班人進來 哇 其實是十點半 不是太早 地上呢 都是 未踩爛的 不過只是在那邊走 都已經 雪已經是很鬆軟 我還沒壓神 難怪的呢 每一天呢 走到 走兩小時就爛了 有趣啊 好像 那些 絕夜菜 那樣要跑過去 拿自己的單車 哈哈 嘩 放這裡都很爽手 因為昨天呢 跟他說了 我是會 來頂門的 所以呢 就 得到了這個 放在最外面的 口袋了 現在就立刻可以衝進去了 咦 搞定 哇 哇 現在幾點啊 十點三十二分 就 拿了板 上了 桌子 但現在十二人都沒上到去 還沒人滑下來 啊 兩條雪道都非常之美 啊 在一島原來呢 剛剛新的壓源也好 都不是很平 啊 你看到有些狠在那裡啊 隨便滑下來 哈哈 等一下 十一點鐘呢 上課呢 就直接考了 那現在呢 早進來呢 就為了可以在十一點前 拿呢 二十多分鐘 就兩邊都滑一次 那就 啊 最後就聽天人永了 對了 那好吧 畫完一圈這個微軸道之後呢 不得不提一下 這個頂門的感受 那些雪真的很好滑 那個 夠硬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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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好啊 即是再硬就難滑的啦 剛剛好 落刃的時候是好咬的 哇 難怪大家都要這麼早起床來頂門 現在呢 就考完上午的課程啦 課程啦 的考試啦 那就第三役的一半啦 去到 那 講一講解今早做了些什麼啦 那今早呢 那今早呢 導師來到啦 就教了這個兒童的熱身 那他的玩法呢 那他的玩法呢 就是他地上呢 放了四塊板在那裡 那就 那就 total八個學生 就八塊板 那分了兩排 那那些學生 那一般 就 那一般 呢 那一般 一般 這樣 纏著那些板 翻回去 第二下就是兔仔跳 跳過那些板 之後再翻回去 兩對鬥快 有一個遊戲在 又結合了一個對抗 也都 運用到需要我們滑雪用到那些肌肉 因為我們打橫走的時候 一定要有一個固域 不然身體會擺動 跳的時候也會拿到前後的固域 腳就一定有用到 而且橫移動的時候 頸部也有轉過去 所以頸部、腰部和腳都做到熱身 一個招數就完成了 是一個挺好的參考示範 然後就上車升 上去頂部 在老虎道做一個熱身 然後再上一次 再去老虎道 就真正開始考試了 我們第一樣就是 在老虎道的第一節 很窄的住在大公園旁邊的那一節 就做這個 Open Car Turn 速度很高 速度很高 所以要不害怕 還有立印要求會很高 你立得不夠高 他就當你不夠Calf 那一節就停在一旁 他沒有特別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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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有些同學是收到 feedback 例如立印不夠高 立印不夠高 好像只有這種 沒有什麼同學 推腳 推後腳 就沒有什麼 所以就只是 有說了兩位同學 立印不夠高 那 之後就去到 老虎道中間那一節 就要做這個 Hoping Between Turns Hoping Between Turns 他在這裡做的時候 因為那段時間很短 其實只能做到一個S 已經用得很盡 這個他做完 都沒有給任何 feedback 任何同學的 然後到最底 就做中級轉 也都沒有給任何 feedback 之後就做完了 又上回藍車 再上回去 上回去之後 老虎道的第一節就變成做反腳 就不是做新手轉 是反腳 直接反腳 然後中間就再做一次 Hoping Between Turns 就當是給大家多個機會去做 然後下面那一節 最底下那一節 就會變成一個錄影版的中級轉 這個應該就是評分 其他也有評分的 但是這個錄影是更加 更加嚴重 可能 不知道會不會考官用來交功課 上去的其中一個功課 所以那些一定要做得好 就做完了這裡 再上去就去了這個 雪兔道 雪兔道之後就有些同學 因為之前反腳做得不好 那些同學做得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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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同學Calfing 也不夠高 所以他就在雪兔道的 頭半節就給那些同學多一次機會 去做這個 而其他沒有特別評價的問題的同學 就這樣做OpenCalf Turn 我們都沒有再特別給任何同學意見了 所以呢 其實他們全部都心中有數 我們會看到 有時候 因為我有一號 很多時候都是第一個出發的 那就會看到 老師就開了他的App 就在那裡打分 還有可能有很多詞在裡面 但他有沒有跟我們說那些詞 可能最後 完整整課 Evalorate的時候才會跟我們說回 那就 雪兔道到底 那我們就來到 這條 企鵝道 企鵝道 就做了兩個同學的教學考試 那就 我 還有另外一個 拍攝的同學仔 Lolo 就 做了第一個考的人 那就安排我三位同學仔 就 假扮一個學生 那 我獲得到的教學的任務 就是 那些三個同學仔 是八歲的小朋友 就 他們剛剛學完這個單腳推波 那你繼續 那 那 而那些同學仔 第一個任務就是 他們一定要用反腳去扮 扮 扮身手 那 那 那 很難的 因為 我知道這班同學仔 就反腳做這個單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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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橫切 斜 其實他們本身做得不好 那 結果出來的情況就是 我看他們很擔心 那 他們有 就是 畫得 很不穩定 那 但是 原來 其中一個同學仔 老師就給了他任務 就要做這個 隔屁 那 我呢 我見到有人隔屁 那我就跟所有同學仔 說 我們不要 欺負 你去收拾 即是不要彎 你去前面收拾 那樣 我們去回 切 即是 劃行方向那方向 收拾 那樣 那 但是 我跟整班同學仔 講 就沒有特別 跟一個做任務的 跟同學仔 然後老師再問他 他有沒有feedback給你 他就說沒有 那結果呢 我這裏feedback那部分 就不同的 即是 對了 那就 因為 狀況很 另外還有一個 出現的問題就是 那裏有個同學仔 他沒有任務 他大話話在那裏下跌 但是他一上回去 取回的時候 那個姿勢又對 那我沒有特別說 我只是鼓勵他 那 最後呢 就有一個 本身有任務的同學仔 就非常之好 他呢 最後呢 他就做一些超標的動作 即是說 不符合這個 水準的學生會做出來的事情 那 也都不是我們 想去現在這個目標 集中去練習的項目 那 我就跟他說了 我叫他 我們做這個就可以了 這樣 那老師就說 我這一刻 最後的feedback 救了我 因為如果我只有 之前剛才都說 沒有feedback 給他 specific的 我就肥了 但最後這個 補回一飛 補回一槍 他就說 救了我 那我 我估計 就是我這個 第一個教學 應該是他覺得滿意吧 他就沒有再給其他 comment我了 之前跌到的同學 他只會說 你都應該跟他說 他跌的那一刻 是什麼原因 就 不是他做得好就行了 那所以 所以 暫時來說 我來說 就是上午就考了 widing 還有做了一次的teaching 暫時是這樣 那我們 一群同學就在這裡 準備好了 就準備上下午 那下午我就會應該 如果我不用再考 我就主力把養學生 就做一些 假的動作 這樣 唉 考完了 剛才5點鐘考完 那就 立刻出去換衣服 換完衣服 5點半 就回到 大概10分鐘後 就回到 裡面那個 茶餐廳那裡 就等成績 就出成績 現在暫時未知 成績的 我猜 OK吧 因為 都沒有什麼特別說 我做得不好的評論我 那 下午全程我就是扮演學生 就沒有再 要我做過教學 那 就做了8個同學 就 有一個同學 就給他多次機會 去從考教學那裡 那 不過他都不知道 因為我不是扮演學生 所以最後都不知道 他的結果是怎樣 還有就是 他找到兩個 在現場 抓了兩個 新手 去給同學 教 其實 這樣抓一個 新手去教 呢 就有辣 有不辣 辣的地方 就是他們可能會更多 出現了身體姿勢上的 新手問題 你要去糾正 但就不是老師安排臥底 那 第二 而 不辣的地方 就可能他 你給十分鐘 十五分鐘你教 他從來只是在推波 就最多學會推波 就不會去到下一個階段 那 相對來說 要教的就少些 那 就 除了我吃飯前 那兩位同學 老師有安排臥底 要做一些錯的姿勢 後面那些全部都沒有安排臥底 那 就 為什麼要這樣對我呢 那 不知道 那就 暫時來說 覺得放鬆了很多 我的確覺得這三天裡面 那個進步又很大 要求是非常折高 同 考之前 考報名之前 他說的要求就是 中高級流暢滑行就可以了 那 但是 之後 不近考的時候 呢 又發現原來居中的要求很高 那 居中是不夠的 叫 Center and Mobility Turning with Lower Body 那些 完全不知道適合什麼 那 又 又 已經難了 那 到了 真的去到考試的時候 考官說的要求 又再高一級了 就變成 Clarving 那些印要去到很高 那 一步一步 就突然間 那些 要求越來越高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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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都不夠 本身都不夠標準 一直追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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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就是過於居中,缺乏前後移動 而最後一天他就覺得我已經改善了 雖然都是過於居中,但是可以前後移動 教學方面就沒有特別多的評語 還有一件事就是 我前任的時候可能HIP推得不夠前 在carving的時候是夠前的 但是在中級的小回轉 中級的轉的時候就沒有夠前 因為我避免立印太高,可能還要練習一下 那就...反腳那些沒有意見 就是這樣了 好,要趕車了,回香港了 拜拜,下次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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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お話 謝謝 感谢观看